奇怪那個藻探的二旋師那版本 這個只弄得花花的這樣 可是碗探的去弄磕得很乾淨 有時候就很覺得奇怪 說越早越乾淨怎麼越早越髒 多字很難寫不過他寫得有點特別 他想要閉,像這個撇 弧度,他的弧度我覺得是想閉這一個 讓他這個地方有地方可以伸展 這裡追為什麼要拉那麼長伸出去呢 我也不知道因為他就伸出去了 這個字氣並不好寫 你可以試試看用你的標準寫法 你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怎麼看都怪 這個剩下部分要看的是 上海古籍的 因為上海古籍的這邊的好清楚 反而找的版本都不清楚 這就是長的 平衡用 往內凹 加粗細 沒有勾 橫畫拉長 負的撇 扭轉一下 下面比較平 這裡開始寫窄 寫得好窄 好窄又這邊再順勢去拉開 拉開 然後這個點又拉開 騎 騎這種鞋法之前有出現過一次 但是那一次有點崩壞掉 沒辦法判斷是真的或假的 那這個就很明顯看出來它是寫個點 寫個點 不適合畫了喔 這裡是挑上去的 這裡是點 九 九成功有寫過 兩個寫起來 有一點點差 差不太多 結構體是一樣 把這個筆畫拉得非常非常的長 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再來 對 拉得非常的寬 中間兩盒略短 略短 至於要靠近喔 因為下面還有個舊 這樣伸長 好 那這個舊 寫得比較小 但間距還是要一樣 我所謂小就是它 因為它在下面的位置 並沒有站很寬喔 你看這裡還空很大 但是並不代表它間距可以壞掉 間距還是要維持著 暖 這個策畫寫得很長 所以相對旁邊右邊的 王啊 就寫得比較高 最後一筆 還在這個位置喔 不用壓低喔 不用跟下面對齊 這裡壓一個側溝 甩出去的側溝 十日 日啊 寫得這樣窄窄的 往內說窄窄的喔 然後這邊看不出來 調上去就好 保持深長的竖畫 深長的主長橫 刺長橫 依然保持著不勾的 竖畫 不知道它有什麼不勾喔 都不勾就不勾 不勾 這個拉開 觸到細 折上去 略斜 那斜的話那會歪掉 有時候再用 這筆畫 往內縮 這樣就沒有歪掉 咚 折 折 折 這支的那應該是這一個字體裡面最重的 好 重 低 這個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是因為等一下會有一個 扶而勾 它會拉開嘛 反正這支會閃掉 因為這裡會拉開所以中間要靠近 書 這個書 有點會覺得怪怪的 這裡有個撇對不對 這個撇為什麼要這麼長 撇進去短短就好 不曉得為什麼寫這麼長 我的直覺判斷不需要那麼長 不過它寫的真的還蠻長的 所以就照寫吧 脖折往內縮 才是第二個間距區 它這裡都是間距寬窄寬 都是這樣 又來一個窄 第一個是短的 第二個才會長的 這個點不點是沒關係啦 這個點不點是沒關係啦 的